大家好,我是李文璐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 号称煮饭神器 评论里的小伙伴 推荐给我的 其实我之前也关注过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我平常在户外的时候 吃的比较多的是方便面 或者那种三脂醋或者三污的这种鸡热食品 没有考虑过米饭的问题 因为总感觉煮米饭会比较麻烦 而方便面呢 体积相对比较大一点 而且还比较费水 因为水啊是我们在户外活动中 很难轻妙化的一个东西 你需要三层水 那你一定是三十岁的体积和重量 所以对水的轻量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少带水 减少它的体积和重量 在这个前提下 我才考虑说要不要考虑一下煮饭的这个问题 如果选择米饭的话 就是它的整体体积和对水的消耗量 会不会更小呢 对于我这种相信实践出真正的人 肯定要自己试一下才可以 所以就弄了这个号称煮饭神器 我们先看一下它是有几部分组成 它上面有明显的标识 应该是900毫升 但它900毫升应该指的是 它的整个外部的这个容积 它其实有这么几部组成 锅盖 然后就说内锅和外锅 因为泰它本身的导热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会导致我们直接用 这种单程的泰锅 无论是煮饭还是炒菜的话 都会粘锅 这个大家都清楚 它使用了这么种双锅设计 一个内锅一个外锅 外锅呢 其实一个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密封的容器 内锅呢 其实是有很多孔的 这边有孔 然后这边有孔 这边有孔 然后这边有一排的很小的孔 然后就带一个硅胶的密封的圈 如果说扣紧的话 应该是处在一个 可以用这个盖子处在一个比较密封的状态 然后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 是将米放在内锅里 然后水呢 放在外锅里 这么靠进去使用 内锅和外锅中间是 放进去之后是有一定缝隙的 所以说它是通过加热内锅中的水 使水变成蒸汽 坚洁的通过外锅中的水和蒸汽 来加热内锅和里边的米 这样就会让整个受热更均匀一些 它说明书上是 就是蒸汽会在里面形成一个循环 然后对整个的内锅和内锅中的米 进行一个比较均匀的受热 就避免了糊锅的问题 它还很人性设计了很多这个小孔 除了可以让蒸汽产生循环以外 它起到了一个刻度作用 其中一排有280克 然后200克和100克 然后另外一排是 对应的这个米 所需要加的水 比如说如果说你加280克米的话 那么水需要加入到这个水位 如果200克的话 就加入到这个水位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人性 特别是对于我这种不经常煮饭的人 很难掌握水跟米的比例的情况下 会给一个非常不错的参考 使用的时候将米倒进去 然后将锅倒进去 将水注入到水位线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很多外的这个锅具设计 会考虑到收纳的问题 就是可以将炉头和漆块 整个的收纳到这个吹具里去 而国内的很多产品 其实在这个设计上 还是不是特别完善 当然了没有进行那种设计 其实可以理解的 因为从这锅的形状和状态上看 我们可以理解为 不仅仅可以用那种扁罐进去加热 长罐啊卡丝卢啊 或者是直接用火加热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既然体积 已经设立到这种程度了 我们稍微考虑一下 这个收纳问题会不会更好 从这个直径用来讲 它是放不进去那个250个大罐 只能放去小罐 所以这个东西只能收纳什么 只能收纳这种米 就是可以将 做一个小的粮食储存的东西 可以装进去是吧 除了这个以外 它还能收纳个炉头 别的其实就做不了 什么太好的收纳 我特别喜欢俄罗斯套娃的事情 可以套套套很多 这样可以节省那个整体的空间 但这个真的是 放不进去扁罐 应该是能放进去那种 110克的小罐 然后还有个问题呢 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直径的问题 大家发现这个直径 其实蛮小的 而且很深 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网出 盛东西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那么特别的方便 因为我们户外用的 普遍勺子都比较短 成出来的话 可能还需要个比较长的这种 东西去辅助去成这个东西 然后再就是 它的这个外锅 外锅其实和内锅是一样的 还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形状 设计的问题 它设计很深 就它除了煮饭以外 它也可以单独用外锅来进行 别的一些 比如说煮面煮水都可以的 但是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首先我们用来煮面的话 其实吃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 因为它的 大家看 它的整个的深度还是蛮深的 你只能用它做一个吹具来用 做成餐具呢 真的是不是特别方便 然后如果说你能烧水呢 还缺一个小的那个 出水的那种倒水的设计 当然说其实 我们也不能要求那么多嘛 对吧 总体来说 这个更倾向于是 专门用来一个煮饭的 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只管感受 它应该做了一个 密封设计 也就是说如果扣上的话 它整个的内部 应该是密封的 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它可以通过 这个小的这个小扣管 施加一定压力 我们如果这样的话 就把它扣进来 会有两个小耳朵 但是这两个小耳朵 一方面是为了方便 我们打开这个盖去使用 一方面我觉得 扩展一下用途的话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吊锅去用 既然米我们都已经拿到了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整个使用效果怎么样 就是放一点米 我煮个最小档吧 最小档可能会节省一点时间 这时候应该先去洗一下 这个米 我们下面给它加水 加水看看应该加在门 加在 这边是米 这边是水 加水加到第一个洞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第二个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洞 加水 因为昨天我在家做了个东西吃 我们又在卡式炉煮不下去 我们放手 哎呦尴尬了 尴尬了尴尬了 这个卡式炉这个圈 就有问题 好了我们遇到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水位啊 因为它的孔比较小 所以说无论你倒在里面 还倒在外面 你要去静止一下 水位才能看到真实的水位情况 然后遇到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它比较细 首先卡式炉 我这卡式炉就用不了了 因为它不大好弄 不过这个标准 这个拿不住了 我们有东西解决着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钛的一个烤盘 我们在户外的话 如果你带个这种 带个这种烤盘 或者带个帘的话 你可以用石头 擂一个小的那种野炊的罩 然后将这种烤盘 或者是帘子放上去 就可以在上面烤一些东西啊 甚至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这样就解决了 正常来说的话 我们应该煮15到20分钟 小孩同学 计时15分钟 好了我们关火 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个地方温度还不是很高 虽然不是那种专业的那种避袭手套 但是戴个手套会比较好一点 对吧 我们来开锅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要翻车 哇哦 还不错耶 看还不错哦 还是之前那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太深了 所以说其实不是特别方便 我先去拿水炒一口试试啊 看一下啊 哎还可以耶 整体这个松软程度 关键是没有干锅 我水放的可能有点多啊 如果水稍微小一点的话 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或者可能煮时间短 看 其实还是比较深 如果你没有个比较深的勺子 确实是吃起来很麻烦的 嗯 煮时间短一点 应该二分钟可能会好一点 现在比它有点硬 嗯 我相当不错了 嗯 看 如果用这种户外的折叠的勺子的话 其实 它因为深度问题 还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 作为一款煮饭的容器来说 还是 嗯 比较不错的 但是 大家看到 在我们整个的烹煮锅中 第一个 因为它直径 直径线子 所以卡斯卢的那个地方 还是有一点小问题的 第二个 加水的时候 因为它的孔镜 因为它的孔比较小 所以内国和外国 直接的水很难很快的平衡 需要静置一下 第三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深度 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但是 什么产品没有缺点呢 煮出这个饭 嗯 很不错 相当不错 这一款 用于煮饭的吹具来说 我觉得还是 相当不错的 好 我们视频就到这 我是明祝 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一定要积极点赞关注哦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也评论告诉我 说不定下期就是你们想要的呢 我是明祝 耶